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属于终身职又有权力视线 因此美国总统可以凭借大法官的提名权 影响美国政治社会长达数十年之久 这一点连前总统川普都有同感 现年83岁1994年克林顿总统时代任命的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 过去力挺堕胎和平选法案 如今宣布将在6月下旬退休 让拜登总统终于等到了大法官的提名权 渴望实现他2020年的竞选诺言 欢呼声显示这个选项颇受到支持者的欢迎 对民主党其中选举有加分作用 至于接替人选 已曾经担任布雷耶助理的布朗杰克森呼声最高 他最近才获得拜登任命为华府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 而这个位置一向被视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出缺时的地步人选 其次最有实力的竞争者是加州最高法院法官克鲁格 另外拜登口袋人选还包括正五名非议女性 由于目前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席次五时席比五时席 在两党对决情况下 只能靠兼任议长的副总统贺锦丽 关键性的一票决胜负 如果其中大选选举结果 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席次为过半数 拜登的提名案恐怕会受到挑战 因此民主党立拼其中选举之前通过这项提名案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 我是林一文 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 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 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